被誉为下一代科技强大引擎的量子科技 近几年来竞争意区白热化 据韩媒发布量子资讯技术的文章指出 目前在几个科技大国间量子科技不仅竞争激烈 投资规模也快速增加 不过据统计资料显示 中国除横扫全球量子技术一半的专利之外 在量子资讯技术领域的投资规模上 中国也高居世界第一 快科技引述韩国媒体报道说 当前中国量子资讯技术的基础科学和系统研发力量正快速成长 并成为与美欧并驾齐驱的竞争者 而实现这种科技跨越离不开巨大投入 资料显示 中国对量子资讯技术的投资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并建造了世界最大的量子实验室 截至2022年 中国在量子资讯技术上的投入 已达153亿美元 远超欧洲的84亿美元和美国的37亿美元 还没引用中国经常使用的弯道超车战略 并以近几年来高速发展的电动汽车为例指出 上世纪80年代陆起才正式进入商用汽车产业 并模仿追随德国 美国等发达国家 然而随着以最快速度感知汽车电动化趋势 并进行大胆推动 中国成功进入全球电动汽车的领先集团 文章指出 如果说在电动汽车领域 中国与美欧展开了并驾齐驱的竞争 在作为未来技术的量子资讯技术领域 中国同样与美欧展开势均力敌的竞赛 从全球关于量子资讯技术的专利申请量来看 评级庞大的投资 中国正走在全球前列 目前中国申请的专利占到52.3% 占有绝对优势 在中国之后依次为日本13.8% 欧盟13.8% 美国10% 韩国3.6% 细分来看 中国在量子电脑专利全球占比52.8% 量子通信全球占比43.2% 量子传感全球占比56.6% 方面均占据绝对优势 特别是在量子密码通信方面技术突出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